那么要达到感应道教呢 它的方法 上导大师讲的最为简单二要 就是任何净土中的修学者 当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 你内心是不是能够做到顺从本愿 你能够顺从弥陀的本愿的功德 你就能够跟弥陀感应道教 但是顺从本愿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因为跟我们的无始劫来 我们内心的思考模式是相违背的 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在娑博世界打滚 我们深深深深在娑博世界流转 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模式 是顺从娑博世界的因言 所以即便我们建立一个 顺从弥陀功德的新的思想 那么我们一般念佛人 基本上就落入一种争妄交功的矛盾 就是你创造一句佛号的时候 你有你过去的思考模式在牵扯你 因为你过去习惯性是顺从娑博世界 包括顺从内在的妄想 包括顺从外在的业力 内有颠倒妄想 外有生死业力 这个就是娑博世界的一个因言 我们习惯性是顺从娑博世界的因言 当然我们接受净土法门以后 我们会建立一个思考模式 我们愿意到净土去享受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 所以一个净土中的人 他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 他的佛号是两种力量的 一方面他也顺从娑博世界 一方面他也顺从极乐世界 这是两种力量的拉扯 所以假设我们不透过常观的智慧 来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引导 我们到了灵命中 就充满的不确定 所以常观的智慧 就是把顺从娑博世界这块的力量 慢慢把它化解掉 把来自于生死业力的这种牵扯 把它化解掉 那么当然一方面加强 对极乐世界功德的顺从 所以常观的智慧 是有帮助于我们做内心调整的 把娑博世界的顺从降低 把极乐世界的顺从增加